想起了解艾草的朋友都知道 艾草猪鸡蛋好处多多 每到有艾草的季节 我们都会拿艾草用来猪鸡蛋 特别是女性 在有艾草的季节 每个月都吃一次艾草猪鸡蛋 气色会越来越好 艾草劝水都是包 用的时候煎成这样的小段 煎不动的地方 把椰子留下来 艾草标面有很多冲鸾 先用清水清洗两遍 放一勺烟一勺消酥大 浸泡几分钟再清洗几遍 这样可以优效地吸取标面的腹脱 和冲鸾 准备几个凸鸡蛋 用艳水清洗干净 锅中扫水 水开后把艾草放进去 炒水20秒左右烙出来 炒水可以优效地取出一些枯味 这里提醒下校伙伴 不要用铁锅 铁锅会有猪有黑 锅中甜量水 把炒好水的艾草放进去 清洗后的鸡蛋和红糟 一一气放进去 擀上锅盖 大火猪开 然后打开锅盖 把猪树的鸡蛋像这样敲烂 再次擀上锅盖 校伙闷煮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后就可以出国了 这样的艾草猪鸡蛋特别是女性 如果是每个月的特殊市企 和的时候防上一烧烘烫 其次会越烂越好 再有艾草的景气 唱和这样的艾草猪鸡蛋 好处多夺 至于它的好处 大家可以去插一下 细快的校伙伴 可以手仓做起来了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